男人直音太过信急,竟突然死在沙发上,李队在茶几下发现一把带写的手术刀,想必应该就是凶器。 报案人是死者的助理兼情人严豆豆。 据严豆豆所说,死者名叫王宇,是这家舞台设计公司的老板,而自己刚大学毕业,目前正在王宇的公司实习。 严豆豆坦言自己是王宇的情人,因为王宇称他的老婆得了精神病,他们早已经没了夫妻感情,所以自己才答应王宇的追求。 据严豆豆描述,今天早上十点王宇来公司上班,脸上还有几道抓痕。 王宇称是被他老婆给抓伤的,他本打算去给王宇买腰,可王宇突然就把他按在沙发上想发生性关系。 没想到这时候王宇的老婆丁霞凤突然冲了进来,他见此情形,连忙推开王宇跑了出去,大概在街上走了二十分钟后,他担心丁霞凤发起风来伤了王宇,于是返回公司推开每一看。 王宇浑身是鞋躺在沙发上,而丁霞凤则靠在写字台上,手里还攥着一把带写的手术刀,旁边还蹲着一个男人。 当时他害怕极了,连忙跑出去找人报警。 可等他报完警回来,丁霞凤和那个男人都已经走了。 严霞凤称,由于男人当时被对着自己,所以他也没有看到男人的长相。 随后李队向帮助严霞凤报警的林老婆进行了询问。 林老婆的口供和严霞凤的基本一致。 经调查,丁霞凤是市二医院的一名大夫,由于一个月前在国外流血的儿子突然死亡,导致丁霞凤伤心过度,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。 警察在死者的手里,发现有五根头发,推测应该是死者与丁霞凤发生撕打的时候,从丁霞凤的头上拽下来的。 而出事以后丁霞凤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 难不成丁霞凤是畏罪潜逃了? 那现场的那个男人又是谁呢? 随后,李队又带人来到王宇家里,打算找几根丁霞凤的头发,回去做DNA比对。 一进屋里,李队就发现墙角处放着一束鲜花。 据颜逗逗所说,他听王宇说最近有一个名叫杨和尖的病人,经常带着鲜花来看丁霞凤,难不成现场的那个男人就是杨和尖? 柳斌找遍了整个屋子,竟然一根头发都没有找到,甚至连梳子也没有。 这让众人都感到非常奇怪。 紧接着,柳斌和天云又去了十二医院了解情况。 据院长介绍,杨和尖的确是丁霞凤的病人。 但由于丁霞凤在手术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,导致杨和尖的病情更加严重,为此杨和尖还向医院索牌五万块钱。 后来经过协商,医院同意免费为杨和尖提供后续的治疗直到康复,并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赔偿。 杨和尖在三天前已经康复出院,而丁霞凤也因为那次医疗事故,被医院停职。 院长将杨和尖的病理交给了警察,但病例上并没有填写地址。 而更奇怪的是,警方在系统里,竟然查不到杨和尖的身份证。 李队分析,如果杨和尖的身份证不是伪造的话,那他很有可能是保外就医的犯人。 果不其然,经调查,杨和尖原本是一家公司的会计,后来因挪用公款被判了刑。 目前正在保外就医,本来一周就可以治好的病,却因为丁霞凤的一次事物被延长了。 随后李队带人来到杨和尖家里了解情况,但杨和尖没有在家,并且杨和尖的妻子小玉也不知道杨和尖已经出院。 据小玉所说,自己刚出了一趟远门才回来,还没有跟杨和尖联系过。 警察将杨和尖的照片交给林老伯辨认,林老伯一眼就认出,当天从网语公司里跑出来的男人就是杨和尖。 这么看来杨和尖有重大的作案嫌疑,要尽快找到杨和尖。 李队命人24小时,监视杨和尖的老婆小玉,很快去委会大妈向警方反应称, 今天一大早她就看到小玉打车走了,并且当时小玉走得非常着急。 警方根据大妈提供的车牌号查到,小玉是去了机场。 但奇怪的是,所有航班的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小玉的名字。 而就在这时候,有病又接到大妈的电话称,小玉回家了。 李队立即返回小玉家里,在向小玉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后,小玉终于交代。 昨天晚上杨和尖给他打了一个电话,说人在沈阳, 让他准备两万块钱到机场交给他的朋友华子,让华子带给自己。 在得到这条线索后,李队又带人马不停蹄地赶到沈阳, 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查到,华子曾去过第一医院的住院部。 而在那里住院的病人正是杨和尖。 但当李队一行人赶到时,却发现住院的病人变成了丁霞凤。 此时丁霞凤已经昏迷,而杨和尖最终也被警察在医院的大厅里抓获。 李队立即对杨和尖进行审询。 据杨和尖交代,他之所以跑到沈阳来,是为了监视丁霞凤戴罪理工的,因为他知道丁霞凤杀人了。 杨和尖称,当初丁霞凤因为手术中出现失误,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,因此他对丁霞凤的态度非常不友好。 但当他得知丁霞凤的儿子在国外遇害后,也觉得丁霞凤挺可怜的, 渐渐的也就原谅了丁霞凤,并经常买花去看看他。 那天他又去了丁霞凤家,可刚进屋就听到丁霞凤在打电话。 啊?这两个臭不要脸的,又在解救援? 老色鬼。 放开我,我要杀了他。 你要杀谁啊,这个老色鬼。 当时他觉得丁霞凤的精神状态,有些异常怕会出事,于是便跟着丁霞凤去了锦绣园。 不料当他走进屋里的时候,就发现王毅已经死了,而丁霞凤则晕倒在一旁。 后来他叫醒丁霞凤,可丁霞凤像疯了一样就跑了出去,又倒在了花园里。 于是他将丁霞凤送进了附近的一家医院。 但当他取完药的时候,丁霞凤却不见了棕林。 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,于是就去了丁霞凤家。 当时丁霞凤走得急,连门都没有锁,后来他在桌子上发现一封丁霞凤妹妹寄来的信。 于是便顺着上面的地址来到沈阳,找到了丁霞凤的妹妹家,并打听到丁霞凤住进了医院。 于是他在医院旁边的旅馆住下,想着盯住丁霞凤能立功减薪,所以就暂时没有报警。 由于自己带的钱不够,于是就让老婆把钱交给华子,让他带给自己。 杨和坚仅仅因为想立功,就大费周章的跑到沈阳来,这其中必然另有隐情。 于是李队给杨和坚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后,杨和坚才终于说出了实情。 据杨和坚交代,两个月前他突然肚子痛,于是就申请了保外救医,结果被查出换了肠套爹。 本来这并不是什么大手术,只需要一周就能恢复出院。 但是他确实不想再回监狱,于是就让他老婆去找丁霞凤,表示愿意出十万块钱让丁霞凤故意在手术中出错,让他治疗的时间久一些,这样他就不用那么快被送回监狱。 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在国外留学需要一大笔费用,于是丁霞凤答应帮他这个忙。 就这样他的手术果然被做坏了,但后来他躺在病床上,怎么想也想不通,凭什么自己吃了苦头,还搭进去十万块钱。 于是他便向医院进行索赔,搞得丁霞凤也因为这件事被停了职。 没过多久他听说丁霞凤的儿子在国外遇害了,丁霞凤也因为承受不了打击,变得疯疯癫癫的,所以他心里感到非常内疚,也十分同情丁霞凤,便经常去看看他。 杨和坚表示,后面的经过全部都属实,他绝不敢再有所隐瞒。 李队对整起案件经过缜密的分析后发现了疑点,如果杨和坚说的都是实话,那当时丁霞凤应该是疯疯癫癫癫的,身上也没有带钱,那他是怎么到的沈阳呢? 为了解开这个疑问,李队一些人又来到医院,据丁霞凤的主治医生所说,丁霞凤因后脑遭到严重击打造成脑震道,目前处于间歇性昏迷之中,而从受伤的位置来看,他应该是被人从后面袭击的。 警察还从医生这里了解到,送丁霞凤到医院来的是他的妹妹丁霞凤。 李队一些人又马不停蹄的去了丁霞凤家了解情况,丁霞凤也说不清楚姐姐是怎么到的沈阳。 呈三天前他突然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,说是姐姐就在他家楼下。 他跑到楼下一看,姐姐正坐在出租车里,后来他又接到这个男人的电话,对方自称是王宇公司的职员。 说是实在看不惯王宇把丁霞凤打成这样,所以就把丁霞凤送到沈阳来了。 随后李队一行人又跟随丁霞凤,来到医院看望丁霞凤,此时丁霞凤已经醒来。 据丁霞凤回忆,当天也不知道是谁打电话告诉他,王宇跟严豆豆正在办公室里鬼混。 于是他就冲进了王宇的办公室,看到王宇正和严豆豆抱在一起。 但不料自己突然被人从后面给打约了,等他醒来后,发现自己手里拿着一把带血的手术刀。 对于王宇的死,丁霞凤认为肯定是严豆豆干的,因为严豆豆一直要除掉他这个障碍。 在丁霞凤的病情好短之后,李队将丁霞凤和杨和坚带回了本室。 警方将王宇手里的五根头发,进行了DNA对比,结果发现其中四根是丁霞凤的,而另外一根是王宇的。 但奇怪的是根据技术鉴定,这五根头发都属于自然脱落的。 这就说明这些头发并不是在打斗中被揪下来的。 李队将掌握的线索进行复盘后,推测出了案件的全部过程。 在案发当天,凶手故意打电话告诉丁霞凤王宇和严豆豆在办公室里偷情,这激起了丁霞凤的愤怒。 于是丁霞凤怒气冲冲的冲进了王宇的办公室。 记得丁霞凤曾提到,当时王宇办公室的门并没有锁。 一对正在偷情的男女,怎么可能不锁门呢? 显然这枚是凶手故意打开的,其目的就是要让丁霞凤看到这一幕。 凶手突然从背后打晕了丁霞凤,而那时候王宇应该早就被凶手给杀死了。 凶器就是王宇平时用来采纸的手术刀。 凶手将刀放到了丁霞凤的手里,又将事先准备好的头发,攥在王宇手里, 从而制造成夫妻相残的一幕。 最后凶手大费周章地将丁霞凤送到沈阳妹妹家里, 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丁霞凤为罪潜逃的假象。 不得不说凶手的计划近乎完美, 但正是那五根头发让他露出了马脚。 因为警方在去丁霞凤家勘察的时候, 一把梳子都没有找到,猜测应该是被凶手给拿走了。 他想从梳子上面拿到丁霞凤的头发, 但他忽略了一点,丁霞凤的梳子王宇也会用, 所以上面也有王宇的头发。 凶手在伪造现场的时候,完全没有发现这点。 而要顺利地进入丁霞凤家并拿到梳子, 那这个人只可能是严斗斗。 因为严斗斗有王宇家里的钥匙, 随时都可以出入。 而那个给丁霞凤打电话的男人, 应该就是杀死王宇的凶手, 他是严斗斗的童谋。 而杨和坚的出现只是一个偶然, 那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呢? 就在这时候,杨和坚又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。 据杨和坚所说,当时他冲进案发现场的时候, 偶然看到沙发上有一副戴黑边的眼镜。 但警方在勘察现场的时候, 并没有发现这副眼镜, 这说明眼镜应该就是凶手的。 此时李队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, 为了迷惑对方引出凶手, 警方将抓住丁霞凤成功破案的消息, 告诉了严斗斗。 此时只需等待真凶露面了, 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一个男人出现在了王宇的公司里。 据严斗斗介绍, 这个男人名叫王新军, 曾经是王宇的学生, 刚从美国回来。 严斗斗表示, 他跟王新军也刚认识。 王新军称, 他在上大学的时候, 就跟着王宇学习舞台设计。 毕业后就去了美国, 此次回来就是想让王宇看看, 自己拿到了国际设计大奖。 没想到王宇竟遇害了。 李队发现, 王新军的获奖作品, 竟然和王宇设计的一模一样。 但对此李队并没有再多问, 从王新军和严斗斗两人的表现来看, 他们应该早就认识。 而那种陌生感是装出来的。 这么看来, 王新军极有可能就是严斗斗的同谋。 随后李队在航空公司查到, 在丁霞凤区沈阳的那天, 王新军也飞往了沈阳, 并且两人乘坐的是同一个航班。 而杨和坚在案发现场看到的黑便眼镜, 应该就是王新军所带的那副。 现在证据齐全, 李队带人再次来到王宇的公司, 竟正巧碰见严斗斗正和王新军在沙发上胡搞。 李队将警方掌握的证据告诉了两人, 没想到两人立即承认是他们一起杀死了王宇。 而杀王宇的原因, 是因为王宇发现王新军剽窃了他的作品, 并拿到国际上参赛获得了大奖。 这件事被王宇知道以后, 王宇竟称要在所有的同仁以及媒体面前将真相公之一众。 当时无论他怎么祈求王宇谅解, 王宇都无动于衷。 本来王宇仗着自己有钱又是长期霸占严斗斗, 就让他怀恨在心。 再加上这次王宇不肯给他留条活路, 于是两人经过商量后, 最终决定杀了王宇。 而嫁祸给丁霞凤也是身不由己。 如今案子终于水落石出, 丁霞凤也喜庆了嫌疑。 至于王新军和严斗斗, 必将受到法律的审判。 这个终点功像往常一样, 到雇主家打扫清洁, 不料下一秒看到的景象可把他吓得不轻。 接到报案后, 李队立即带人赶到了案发现场。 据现场的警员介绍, 死者名叫夏莎莎, 今年32岁, 是一名演员, 住在这栋别墅里, 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了。 而别墅的主人名叫魏千一, 是这个小区的开发商。 死者与魏千一的关系, 目前还不得而知。 技术科在勘察现场时, 发现一把带写的水果刀。 厕所的马桶里发现一块燃油血迹的马布, 洗手盆和窗台上都有脚印。 目测脚印的大小应该有42码, 脚印一直延伸到窗外的台阶上。 推测凶手作案后, 应该是翻窗户逃走的。 法医在初步尸检后判断, 死者是被人用刀从背后刺入心脏致死的。 死亡时间是在昨天晚上的12点到今天凌晨的两点之间。 现场没有打到的痕迹, 推测凶手应该是趁死者不备, 突然从后面刺死了死者。 一见到警察, 清洁工平姐就极力澄清自己与夏莎莎的死无关。 据平姐所说, 自己只是夏莎莎请的终点工, 每天负责到夏莎莎家打扫卫生盒做饭。 今天早上她像往常一样, 去夏莎莎家就发现夏莎莎死了。 李队还在平姐这里了解到, 有一个姓魏的男人偶尔会过来跟夏莎莎同住。 昨天早上她还听见夏莎莎跟这个男人吵过架, 后来男人拿着一个箱子, 就和夏莎莎一起出去了。 但没过多久夏莎莎就一个人回来了, 并且看上去心情不太好。 根据平姐的口供来看, 她所说的这个姓魏的男人就是魏千一。 魏千一昨天跟夏莎莎发生过争吵, 看来魏千一有作案的嫌疑。 然而警方在试图联系魏千一的时候, 却被其秘书告知魏千一到外地出差去了。 难不成魏千一畏罪潜逃了? 李队立即连人通知海关和机场, 一旦发现魏千一的行踪立即将其口留。 而更奇怪的是, 警方去案发的小区调取监控录下, 却被物业告知在案发之前监控探头就坏掉了, 目前仍在抢修之中。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被凶手故意破坏的呢? 就在案子毫无头绪的时候, 一个女孩来到夏莎莎家, 声称要归还夏莎莎的衣服。 李队立即对其进行询问后得知, 女孩名叫蝴蝶, 是一名大学生, 因昨晚向夏莎莎借了一件衣服穿, 今天是特地过来归还的。 据蝴蝶所说, 她跟夏莎莎相识, 还不到24小时。 原来, 昨天晚上蝴蝶和同学刘汉涛去酒吧玩, 期间夏莎莎主动跟她搭讪, 并提出要跟她换衣服穿, 说是想找找当女学生的感觉。 她看夏莎莎的衣服都是名牌挺贵的, 也不担心会被骗, 于是就答应了夏莎莎的要求。 后来他们互换了衣服, 一直玩到12点过。 就在准备离开酒吧的时候, 她提出要跟夏莎莎把衣服换过来。 可夏莎莎表示自己的家就在附近, 并且是一个人主, 让她去家里换衣服。 夏莎莎的热情让她不好推辞, 便跟着夏莎莎回了家。 而刘汉涛则留在酒吧等她。 后来夏莎莎给她看了很多好看的衣服, 并表示这些衣服都是她的老公, 从国外给她买回来的。 夏莎莎看她很喜欢, 于是就送了几件衣服给她, 并叫了一辆出租车, 把她送回了酒吧。 但返回酒吧后, 她却没有找到刘汉涛, 于是便独自回了家。 但第二天她一想这些衣服都太名贵了, 也不适合自己, 所以打算把衣服都还给夏莎莎。 当知道夏莎莎被害的消息后, 夏的蝴蝶极力便捷, 自己跟夏莎莎的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蝴蝶仔细回忆了当时的情况, 并向李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。 据蝴蝶所说, 夏莎莎称之所以要找她护换姨父, 真实的原因是当时酒吧里有一个男人在纠缠她, 而那个男人还把自己误认成了夏莎莎。 据蝴蝶描述, 这个男人的年龄大概在四十岁左右, 个子不高, 由于酒吧里灯光昏暗, 所以她根本没有看清楚男人的长相。 李队让蝴蝶帮忙联系刘汉涛, 以便进一步了解当晚的情况。 但刘汉涛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, 李队认为酒吧里的那个男人很有可能跟夏莎莎的死有关, 他很可能是知道夏莎莎的住所, 或者是他尾随夏莎莎来到别墅作案的。 而此时法医的鉴定报告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 经鉴定, 案发现场找到的那把水果刀并不是杀死夏莎莎的凶器。 水果刀的长度与窗面, 据死者身上的伤口不相吻合, 而真正的凶器应该是一把军用匕首或者是弹簧刀之类的利器。 从刀子刺入的位置来看, 凶手应该是一个左撇子。 现场没有找到这把刀, 说明应该是被凶手给带走了。 与此同时, 警员柳冰在蝴蝶的带领下来到了刘汉涛的婶婶家里。 原来刘汉涛的父母离婚后就各自去了外省打工, 而刘汉涛一直借助在叔叔婶婶家里。 据刘汉涛的婶婶所说, 刘汉涛昨天晚上并没有回家, 他也不知道刘汉涛去了哪里。 随后两人又去了学校, 也不见刘汉涛到学校上课。 刘汉涛的突然失踪, 让警方对其产生了怀疑。 李队带人再次来到刘汉涛的婶婶家里了解道, 刘汉涛的性格比较内向, 但脾气却非常倔强。 自从父母离婚以后, 他们的关系就像仇人一样。 而刘汉涛一心想赶快毕业找工作赚钱, 脱离这穷苦的生活。 难不成下沙沙的死跟刘汉涛有关? 警方立即向各相关单位发出了协查通报, 全力查找刘汉涛的踪迹。 与此同时柳冰查到, 魏千一在案发当天, 的确预定了晚上七点飞往深圳的机票, 但魏千一既没有登机, 也没有改签或者退票。 这么看来魏千一也有作案的时间。 警方召开案情分析会, 从技术课的鉴定结果来看, 水果刀上的指纹与刘汉涛的指纹相吻合, 这证明在案发当晚, 刘汉涛的确去过夏沙沙家里。 水果刀虽然不是杀害夏沙沙的凶器, 但也不能排除他用其他刀具作案的可能。 而另外两名嫌疑人魏千一和酒吧里纠缠夏沙沙的男人, 同样有作案的嫌疑。 次日一早, 魏千一竟主动来到了警局。 魏千一表示, 他也是听说夏沙沙死在自己的别墅里, 才赶紧到警局来说明情况呢。 魏千一毫不避讳地承认夏沙沙是自己的情人, 并表示已经跟夏沙沙在一起有两年的时间了。 但由于夏沙沙不仅花钱如流水, 还经常不让他跟别的女人来往, 于是他才对夏沙沙谎称要去深圳出差。 而订那张机票, 也是为了让夏沙沙相信自己。 其实这两天他和别的女人去了郊外的度假村优惠。 警方在对魏千一的询问中还了解到, 夏沙沙很想成为电影明星, 并且曾经劝说他投资一部电影, 说是导演承认要让他出演女一号。 但当时他根本没有投资影视行业的打算, 于是拒绝了夏沙沙的要求。 为此夏沙沙还和他吵了一架。 后来警方去了魏千一所说的度假村进行调查, 证实当晚他的确和一个女的在度假村里, 所以他并没有作案的时间。 警方暂时排除了魏千一的嫌疑。 而就在这时候, 铁路派出所传来消息称, 他们在火车上发现了刘汉涛的踪影。 但刘汉涛的精神有些异常被送进了医院, 李队立即带着蝴蝶来到了医院。 刘汉涛的精神的确出现了问题, 答非所问, 甚至连蝴蝶都不认识了。 看来刘汉涛这里暂时问不出什么线索。 而此时, 女警田云在夏沙沙的别墅里, 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, 机智的田云将通话内容录了下来。 根据通话的内容来看, 男人的身份是一名导演。 夏沙沙此前曾经承认要送一套房子给这名导演, 以换取女一号的角色。 这次打电话就是想催促夏沙, 尽快把房子的钥匙给她。 这印证了魏谦怡之前的说法, 夏沙沙的确想当电影明星。 而李队突然想到, 拍电影的剧组里就有军用匕首。 李队分析, 这个导演肯定不是凶手,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给夏沙沙打电话。 但夏沙沙的死或许跟这个人有关。 李队面人先摸摸这个导演的底细。 刘汉涛在蝴蝶的精心照料下, 精神状态也恢复了正常。 警察立即对刘汉涛进行了询问。 据刘汉涛所说, 那天晚上从酒吧出来后, 他并没有回家, 而是一直跟在夏沙沙和蝴蝶的身后。 因为夏沙沙的过于热情, 让他非常担心蝴蝶的人身安全。 后来他看着蝴蝶平安的从夏沙沙家里出来打车走了, 那时候他才放下心。 当时夏沙沙看见了他, 并把他叫进了屋里, 还让他削苹果吃。 他看到夏沙沙家里装修的非常豪华, 猜想夏沙沙一定非常有钱。 于是向夏沙沙提出借钱做生意, 等以后挣钱了再还给他的想法。 夏沙沙当时表示, 钱不是问题, 只是一个人住太寂寞了, 想让他经常来陪陪自己。 期间夏沙沙不断地用言语和身体来引诱他, 他当时也没能惊助诱惑。 后来他看到有个男人拿着刀就从背后捅了夏沙沙, 而这个男人好像就是在酒吧里纠缠夏沙沙的人。 当时这个男人非说是他杀了夏沙沙, 并让他赶快跑, 不然一会儿警察就要来了, 于是他赶紧跑出了夏沙沙家。 后来他不知所措, 次日一早就买了去他爸爸那里的火车票。 与此同时, 李队也调查清楚了, 向夏沙沙所要防治的导演的情况, 并在剧组将导演和副导演都带回了警局, 同时还发现了一把军用匕首。 回到警局, 李队立即安排刘汉涛和蝴蝶认人。 不料两人同时认出, 案发当晚纠缠夏沙沙的人就是副导演宋广志。 而刘汉涛也表示, 当晚杀死夏沙沙河, 让他跑的人就是宋广志。 经见地, 去用匕首上有夏沙沙的血戒和宋广志的指纹。 如今人证物证齐全, 宋广志不得不交代了他的犯罪事实。 原来宋广志几年前和夏沙沙曾谈过恋爱, 但后来夏沙沙嫌宋广志穷, 就跟宋广志分了手。 那时候夏沙沙又认识了魏千亿, 并成了魏千亿的情妇, 夏沙沙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。 这让早就对夏沙沙怀恨在心的宋广志更加气愤。 案发当晚他跟夏沙沙发生争吵后, 尾随夏沙沙去了别墅。 后来他看见刘汉涛又进了别墅, 以为是夏沙沙养的小白脸就更加气愤。 于是他悄悄潜入别墅, 将夏沙沙刺死, 并让刘汉涛快跑, 以此嫁祸给刘汉涛。 后来他清理案发现场的时候, 发现有保安巡逻经过, 于是从厕所翻窗逃离了现场。 至此这几面案终于告破。 警方接到一起报案称, 一个男人死在了自己家的别墅里, 经法医初步尸检判断, 死者很有可能是喝了有毒的红酒导致中毒死亡的。 死亡的时间在六小时以前。 据死者的女朋友燕姿所说, 死者名叫张晓, 今年29岁。 昨天晚上张晓请了几个朋友到家里来喝酒,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, 张晓突然就死了。 随后李队在张晓家的保姆乔妹这里了解到, 这栋别墅里除了张晓以外, 还住着张晓的父亲和继母, 以及他们的女儿张力。 但张力在出事前就出去, 手机也打不通。 乔妹对张晓的评价并不好, 称其是一个吃喝嫖毒惹是生非的公子哥, 并且前两天才从拘留所里放出来。 据乔妹描述, 昨天晚上张晓带着他的一帮朋友到家里来喝酒, 后来燕子的前男友吴俊不请自来, 期间两人还为了燕子争风吃醋, 大吵了一架。 后来张晓为抢走燕子的事, 喝酒向吴俊赔罪, 吴俊见此状况没说什么就生气的走了。 没过多久张力的男朋友周坚就来了, 张晓一看见周坚, 就想把周坚赶出去。 可就在那时候, 张晓突然就倒在地上死了。 与此同时, 李队对张晓的父亲和继母进行了询问, 儿子的死并没有让张晓感到悲痛, 反而称张晓早死早好。 看来张晓的人品的确不怎么样, 连亲生父亲也不待见他。 李队询问二老张晓在出世前有什么异常的情况? 据张母所说, 在出世前张晓曾向他要三万块钱, 说是有急用。 但由于张晓要得急, 他一是拿不出这么多钱, 张晓还冲他发了一顿脾气。 张母认为张晓要钱很可能跟巧妹有关, 因为她听到张晓和巧妹的对话。 与此同时, 警员在辖区派出所了解到, 张晓29岁了还没有结婚, 张这家里有点钱, 有工作也是三天打鱼两天善网, 结果被单位给开除了。 没了工作以后, 张晓整天跟一些狐朋狗友混集在一起, 不是赌博就是玩女人, 经常被派出所处理, 气得张父得了癌症。 而张晓的继母原本是张家的佣人, 张晓的圣母死得早, 后来张父续嫌生了女儿张女, 法医的进一步尸检结果表明, 张晓是死于氢化甲中毒, 而氢化甲就是被放在现场找到的那瓶红酒里, 酒瓶上检验出了张晓和巧妹的指纹。 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, 吴军从进入张晓家道离开, 并没有接触过那瓶红酒, 所以他并没有投赌的机会。 而田云在询问巧妹当天是否还有别人到过张家事, 巧妹的神情慌张, 显然是有所隐瞒。 而柳冰在对张父进行询问时, 张父表示曾看到过一个陌生的男人, 在家里出现过, 但他并没有看清楚对方的长相。 那这个男人究竟会是谁呢? 想必他一定和巧妹有关系。 为了寻找线索, 田云和柳冰再次来到张家了解情况。 此时张力也在家里, 一提起张晓, 张力也是非常气愤, 称张晓和他的那帮朋友全都是人渣, 早就该死。 而对于张晓的死, 张力声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 随后田云再次询问巧妹案发当天还有谁来过张家, 可巧妹仍然不肯说实话。 而柳冰在张父的口中了解到, 巧妹有一个男朋友名叫梗子, 所以推测张父当天看到的人应该就是梗子。 巧妹不说实话, 难不成张晓的死和梗子有关? 李队带人立即找到了梗子。 看到有警察找上门, 梗子便解称, 张晓的死跟他和巧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梗子承认案发当天的确去过张家, 并且案发时他就躲在巧妹的房间里。 据梗子交代, 在此之前巧妹曾告诉他, 自己被张晓强奸了。 他本打算去报警, 但巧妹害怕这件事, 搞得人尽皆知没脸回家, 所以不让他报警。 于是他就去找张晓算账。 当时张晓表示, 可以给巧妹两万块钱作为赔偿, 但张晓一托再托, 始终没有把钱拿出来。 所以案发那天, 他打算去打张晓一顿出气。 据梗子回忆, 在案发前, 他躲在巧妹的房间里, 听见有人轻手轻叫下楼的声音。 随后听见有个女人说要出去一趟。 没过多久张晓和一帮朋友就回来了, 还跟其中的一个男人吵了下来。 后来有一个男人来找张力, 从两人的对话来看, 他应该就是张力的男朋友周坚。 张晓指责周坚跟张力来往, 其实是为了他们家的钱财, 于是便要将周坚赶出去。 可就在这时候, 张晓突然就倒在了地上。 当时现场乱作一团, 后来是巧妹告诉他张晓死了, 由于害怕牵连到自己, 所以他就趁乱逃离了张家。 警方通过缜密的分析认为, 下毒毒死张晓的人, 应该不是巧妹和梗子, 因为巧妹要下毒的话有很多机会, 他没有必要在那么多人的情况下下毒, 并且两人刚进城打工不久, 他们根本没有弄到氢化钾的渠道, 而周坚是化工厂的工程师, 他可以轻松的拿到氢化钾, 因此周坚有重大的嫌疑, 还有那个轻手轻脚下楼的人, 他就有可能是为了投毒不让人发泄, 才做出这样的举动。 随后李队何天云来到周坚工作的化工厂了解情况, 据王科长所说, 前不久周坚才因偷了厂里的氢化钾被通报批评过, 由于考虑到周坚是厂里最年轻的工程师, 也不想断送其前程, 所以厂里也就没有报警, 在得到这条线索后, 警方立即传话了周坚, 周坚表示, 张晓得是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, 而他之所以会去厂里偷氢化钾, 是因为前不久张力的妈妈声称家里有老鼠, 但又买不到老鼠药, 于是让他去搞点氢化钾来要老鼠, 而案发的时候娶张家, 是因为张力突然跟他提出分手, 他想去找张力问清楚, 据周坚所说, 在此之前他和张力的感情非常稳定, 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 上周张力突然跟他提出了分手, 他去找张力想问清楚原因, 但张力却闭口不答, 就一个劲着哭, 他想着等张力的情绪稳定一些后, 再去找张力好好谈谈, 没想到昨天刚进张家, 就碰见了张晓, 没说两句张晓就倒在地上死了, 直到现在他也想不明白, 张力平时很文静的一个人, 怎么说变就变了, 为了核实周坚的口供是否属实, 李队又找到了张目了解情况, 张目的说法跟周坚的基本吻合, 而巧妹向田云表示, 前不久家里的确有很多老鼠, 不久之后张目给了他一瓶药, 并教他使用方法, 没想到果真管用, 后来他将剩下的药放在了二楼的储藏室里, 由于这种药有剧毒, 所以张目特地跟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说了一遍, 让他们千万不要去碰这种药, 但奇怪的是巧妹去找药的时候, 却发现药不一而非了, 而张晓的父母以及张力都住在二楼, 当时耿子又听见有人轻手轻脚的下楼, 难不成投毒的人就是张家人, 而就在这时候, 巧妹到警局反映情况称, 警察去张家找药走后没多久, 张家所有的人都聚到了张力屋里, 神神秘秘的, 并特别嘱咐他没事不要上楼, 他怀疑张家人有问题, 于是就趁给张夫送药的时候, 去偷听他们的对话, 巧妹反映的这个情况相当重要, 警方立即对张家人进行监控, 不料却发现张木静私下与周坚见面, 李队化妆成清洁工偷听到周坚称今晚该他值班, 猜想他今晚一定有所行动, 警察遁守在化工厂里, 结果一举将前来偷清画甲的周坚抓获, 面对警察的审讯, 周坚却始终闭口不答, 但没过多久, 张木静主动来到警局自首称, 使他下毒毒死了张晓, 据张木交代, 使他唆使周坚去厂里偷的亲画甲, 而之所以要毒死张晓, 是因为在得知张富得了癌症后, 张晓天天闹着要他的父亲立遗嘱, 气得张富的病多次复发, 我平时都不说, 所以为了能让张富活得久一些, 也为了这个家得到安宁, 他就有了杀死张晓的打算, 那天他在楼上看到张晓带了一帮朋友回家, 他知道这些人肯定会喝酒, 于是就从储藏室里拿了亲画甲, 悄悄的下楼将要倒进了红酒里, 后来警察到家里找亲画甲, 由于之前被他用光了, 所以他不得已才请求周坚再去偷一次, 而就在这时候, 张力竟也来到了警局自首, 张力表示, 毒死张晓的人并非是他的妈妈而是自己, 他不想连累妈妈和周坚, 不料此时巧妹却发现, 张富在家里上吊自杀了, 张富在临死之前留下一书, 承认张晓是被自己毒死的, 他不想连累妻子女儿以及周坚, 所以选择自杀并向警方认罪, 张富在一书中表达了对张晓憎恨与愤怒之情, 不料再得知张富自杀认罪的消息后, 张力母女俩同时翻过, 不承认杀了张晓, 经李队分析, 张富是因身患绝症自知十日无多, 为了保护家人才自杀认罪的, 但真凶到底是谁了, 柳斌无意间提起那瓶被放了亲画甲的红酒, 让李队突然全都想明白了, 凶手将亲画甲放在酒瓶里, 而不是杯子里, 这说明凶手想毒死的并非是张晓一人, 而是张晓和他的那帮流氓朋友, 只不过凶手也没有料到, 偏偏只有张晓一个人喝了那瓶下毒的酒, 也就是说凶手不止和张晓一个人有仇, 他同样恨张晓的那帮流氓朋友, 只要查出谁跟这些人有仇就能找到凶手, 李队再次找到巧妹, 并从巧妹口中得知, 张力最近的情绪非常不好, 还曾经想要自杀, 在此之前张力和周坚的感情非常好, 可不知道什么原因, 张力突然就跟周坚分了手, 周坚好几次到家里来找张力, 可张力始终躲着不见, 张力这些怪异的举动, 让李队对其产生了怀疑, 李队再次提审张力, 父亲的自杀认罪给张力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刺激, 他再也藏不住心中的那个秘密了, 据张力交代, 毒死张晓的人是他, 而原因是张晓跟他的那帮流氓朋友, 赌博输光了钱没钱还债, 于是便用他去敌债, 就这样他被那群流氓给轮奸了, 他恨张晓和他的那帮朋友, 于是便打算杀了他们, 如今案子终于真相打白, 张力虽然值得同情, 但他在遭到伤害的时候, 却没有选对正确的方法来保护自己, 而如今落得个杀人犯的罪名, 真是可悲啊,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。 这天警方接到报案称, 一个女人被杀死在了自己家里, 法医初步尸检后发现, 死者的身上有刀伤, 但是否为致命伤目前还无法判断, 死亡的时间是今天早上的七点到十点之间, 死者死在床上, 死前并没有挣扎的痕迹, 难不成是在睡梦中被人杀死的? 现场有翻动的痕迹, 凶手像是在找什么东西? 随后女警田云在走访死者的邻居是了解到, 死者名叫陈小冬, 今年38岁, 三年前丈夫突然失踪至今杳无音许,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, 但不久后陈小冬又找了一个年纪比他小时来岁的男朋友, 并且这个男人经常住在陈小冬的家里, 在邻居们看来, 陈小冬不守妇道, 对不起自己的丈夫, 这也是遭到了报应, 报案人是死者的弟弟陈永丽, 据陈永丽所说, 昨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附近打了一小麻将, 所以早上打算去姐姐家里睡一觉, 可不料刚进屋, 就发现姐姐死在了床上, 陈永丽认为杀死姐姐的凶手一定是姐姐的男友苏亮, 因为姐姐非常爱苏亮并多次向苏亮随婚, 但是苏亮却找各种理由推脱, 猜想苏亮肯定是不耐烦了才杀了姐姐, 警方通过调查后, 首先排除了陈永丽作案的可能, 因为案发的时候, 他的确正在跟朋友一起打麻将, 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, 凶手作案后应该是从厨房跳窗逃走的, 现场发现由几组脚印和指纹, 目前正在和死者的相关关系人做比对, 随后在陈永丽的带领下, 警方找到了苏亮, 情绪激动的陈永丽突然打了苏亮一拳, 而苏亮表示陈小冬对他非常好, 他并没有杀死陈小冬的动机, 警方向现场提取到的指纹经对比后发现, 在陈小冬家里, 除了有陈永丽和苏亮的指纹以外, 还有一枚不明身份人士的指纹, 而就在这时候, 陈小冬的邻居老水向警方提供线索称, 早上他在小区里发现一名可疑的男子, 并且自己晾在院子里的一条床单不佳, 理对推测, 男人偷走床单肯定是用他来包裹什么东西, 而根据老水所说, 由于小区外面正在修路, 大型车辆进不来, 所以公交车也改了线路, 这个时间小区里的人要想出去的话, 一般都会坐门外的黑车, 根据老水提供的线索, 警察对小区门外的黑车司机进行了询问, 据一个名叫华子的黑车司机回忆, 今天早上有一名男子, 扛着一个包裹慌慌张张的从死者家小区里走出来, 而包裹的外面就是一条床单, 后来他将这个男人拉到了胜利路, 华子将警察带到了那名男子下车的地方, 并在一家发廊里打听到男人名叫赵欣, 就住在发廊的对面, 赵欣经常因发廊的音乐声开得太大而来闹事, 有病让老板将音乐声调大, 果不其然, 没过几分钟赵欣就走进了发廊, 在表明身份后, 警察将赵欣带回了警局, 面对审讯, 赵欣承认今天早上的确去过死者家里, 据赵欣交代, 今天早上八点左右, 他从死者家厨房的窗户上翻进屋里, 当时看到死者躺在床上睡觉, 后来他偷了一个红色的皮箱, 又从厨房里的窗户翻了出去,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, 他顺手拿了一条晾在院子里的床单, 将箱子裹了起来, 可回家后打开一看, 竟发现箱子里装的全都是书, 经对比, 陈晓东家窗户上的脚印的确是赵欣的, 看来赵欣并没有撒谎, 但现场的第三枚指纹却并不是赵欣的, 根据时间来推算, 在赵欣走后到陈永利发现尸体之前, 还有一个人进过陈晓东的家里, 而这个人应该就是杀死陈晓东的凶手, 而此时, 法医的进一步尸检结果表明, 陈晓东身上的伤口处留有油渍, 这说明砍伤他的是一把彩刀, 而警察在陈晓东的家里并没有发现彩刀, 推测应该是被凶手给带走了, 但奇怪的是, 这一刀并没有造成大量的鲜血淋出, 所以目前仍然不能确定陈晓东的死因, 于是法医决定对陈晓东的尸体进行解剖, 同时, 警察在现场发现一瓶安眠药, 这说明陈晓东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,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赵兴翻窗进入陈晓东家里的时候, 陈晓东一点反应都没有, 而警察给陈永利和苏亮做了大量的工作, 但两人均拒绝警方对陈晓东的尸体进行解剖, 在苏亮看来, 陈晓东患有心脏病, 他肯定是死于心脏病, 但当得知陈晓东的身上有刀伤时, 苏亮想起了一条重要的线索, 据苏亮所说, 昨天下午陈晓东让他去家里一趟, 没想到刚走到门口, 他就听到陈晓东跟一个男人发生了争执, 而从两人的对话来看, 对方极有可能就是陈晓东的丈夫王金城, 由于害怕陈晓东向他逼婚, 所以他也没有问及此事, 李队还从苏亮这里了解到, 陈晓东的婆婆, 也就是王金城的母亲就住在郊区, 在得到这条线索后, 李队和柳冰来到了王金城的母亲家里, 原来王金城还有一个儿子名叫王海, 婆孙俩一直住在这里相依为命, 王海表示, 自己已经有三年没有见过爸爸了, 而妈妈陈晓东也已经很久没有来看自己了, 一提起王金城, 老人家就气不打一出来, 王金城失踪三年一点消息都没有, 他也认为王金城已经死了, 李队在王母这里没有得到任何线索, 但警方查到, 王金城虽然做了很多坏事, 但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孝子, 如果当天跟陈晓东发生争执的人, 真是王金城的话, 那他一定会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和儿子, 于是警方打算来一个守株待兔, 等待王金城自投罗网, 果不其然, 就在警方蹲守在王家的第二天, 王金城就回了家, 警方一举成功将王金城抓获, 经比对确定, 现场其中的一枚指纹和脚印, 就是属于王金城的, 坐在审讯室里, 王金城很快就承认是他杀了陈晓东, 并拿走了家里的财物, 原来三年前王金城之所以突然失踪, 是因为他涉嫌巨额诈骗, 王金城表示, 他原本想给妻子和儿子创造一个富足优越的生活, 但没想到自己竟成了逃犯不敢回家, 后来他跟人合伙做生意赔光了所有的钱, 此时他已经走投无路, 于是就想着回家看看, 那时候他才知道陈晓东太狠心了, 完全不管老人和儿子, 案发的前一天他去找陈晓东, 并和陈晓东发生了争执, 他指责陈晓东不赛养老人和孩子, 把钱都花在了小白脸身上, 陈晓东向他提出离婚, 他表示只要陈晓东给他二十万就立即离婚, 陈晓东当时就同意了, 并和他约定次日一早在银行门口见面, 但那天早上他等了很久都没有见到陈晓东, 于是他直接去了陈晓东家, 到家后他发现陈晓东还在床上睡觉, 当时他的怒火直冲头顶, 跑到厨房拿起菜刀就砍死了陈晓东, 当时陈晓东一点动静都没有, 后来他在家里的柜子里, 找到一些钱和首饰就逃离了现场, 然而当众人都以为可以结案的时候, 李队却认为案子还有一点没有解开, 那就是陈晓东被刀砍了, 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反抗和喊叫呢? 而且陈晓东非常渴望跟王金城离婚, 那他为什么会失约呢? 而此时法医这边又有了新的发现, 原来法医在陈晓东的背部发现了一些粉红色的斑痕, 由于这些斑痕不太明显, 所以在之前的尸检过程中并没有被发现, 而这种粉红色斑痕是煤气中毒的典型表现, 而法医根据规定对陈晓东的尸体进行解剖后发现, 陈晓东的心脏根本没有问题, 其血液里也只发现少量安免药的残留, 当初苏亮在不知道陈晓东被刀砍的情况下, 声称陈晓东是死于心脏病, 这么看来苏亮是在撒谎, 他有重大的作案嫌疑, 然而令李队疑惑的是, 案发现场并没有煤气泄露的味道, 那陈晓东又是怎么煤气中毒的? 而此时苏亮竟找到陈永莉厚颜无耻地要求卖掉陈晓东的房子, 陈永莉当然不同意, 于是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, 法医再次返回案发现场, 经过仔细的勘察和缜密的分析后, 终于破解了陈晓东煤气中毒之谜, 根据陈晓东家厨房的情况判断, 凶手应该是把煤气取暖气上面的软管接到了煤气开关上, 再将软管的另一端直接对准陈晓东放出煤气, 因此导致陈晓东煤气中毒死亡, 事后凶手清理了现场, 打开窗户致化了新鲜的空气, 所以现场没有一点煤气的味道, 但作案后凶手并没有将这根软管扔掉, 并且法医在软管上检验出了苏亮的指纹, 警方立即将苏亮传唤到了警局, 一开始苏亮矢口否认是自己杀了陈晓东, 但当警察拿出那根煤气软管, 并告诉他在软管上找到了他的指纹后, 苏亮再也无法狡辩了, 只得承认是自己杀了陈晓东, 据苏亮交代, 他之所以要杀陈晓东, 是因为自己交了一个富二代女朋友, 而陈晓东一直向他逼婚, 并威胁要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告诉他的富二代女友, 他当然不愿意放弃富二代女友, 选择跟一个老女人结婚, 于是他打算杀了陈晓东, 那天他将大量的安眠药, 放入陈晓东的水里片气喝下, 后来的作案过程也跟法医所推测的基本一致, 而王金城变成替此鬼也只是巧合, 如今案子终于真相大白, 苏亮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, 这天刚亮, 一位大妈就上山检游客扔掉的饮料瓶子, 不料接下来看到的一幕, 可把大妈吓得不轻。 接到报案后, 李队带人立即赶到了案发现场, 经法医初步尸检判断, 死者的年龄大概在20到23岁之间, 现场的痕迹全都被昨夜的一场暴雨冲刷干净了, 回到警局不久后, 法医就有了进一步的尸检结果, 经检验, 死者的额头有一道4厘米左右的窗口, 其形状以现场发现那个带鞋的石头相吻合, 除此之外, 死者身上没有发现其他外伤, 脏器器官也完好, 死者在死前曾跟人发生过性关系, 其下体提取的精液精化验血型为由形, 死者死亡的时间, 应该是昨天下午的5点到6点之间, 而当时正下着暴雨, 一个女孩怎么会独自跑到山上去呢? 死者的衣服被撕破了, 难不成这是一起强奸杀人啊? 死者的身份很快得到确认, 死者名叫朱子轩, 其母亲朱秀莲接到通知后, 也赶到了警局认识, 据朱秀莲所说, 自己有两个女儿, 大女儿名叫朱子灵, 小女儿名叫朱子轩, 由于丈夫过世早, 所以两个女儿都跟自己姓朱, 子灵在乡下的一家茶厂工作, 而子轩在城里的一家药店做销售, 但子轩根本不喜欢卖药, 一心想当医生, 所以平时总区镇上的圣安堂, 跟着一位老中医学针灸, 说是中医针灸在国外非常受欢迎, 能挣打钱, 在出事前, 子轩往自己的手机上发了一条短信, 由于自己不会看短信, 所以就请邻居潘老师帮忙看, 这才得知子轩说是要去姐姐家里找什么东西, 但李队翻看了朱秀莲的手机, 却没有发现任何短信, 猜想应该被潘老师给删掉了, 警方通过排查后, 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郭强, 郭强是朱子轩的姐夫, 在村里的茶厂当保安, 经检验, 郭强的DNA, 与朱子轩下体今夜的DNA完全吻合, 难不成是姐夫强奸杀害了小姨子, 李队立即对郭强进行了审讯, 一开始郭强矢口否认最近见过朱子轩, 然而当他得知朱子轩死在山上后, 吓得他连忙便捷称, 朱子轩的死与自己无关, 据郭强交代, 昨天下午朱子轩的确来过家里, 而当时他的老婆朱子灵正在茶厂上班, 他一时没忍住就强奸了朱子轩, 郭强称事后他也非常后悔, 并不断地请求朱子轩原谅自己, 后来他就去了村里的年米站年米, 直到雨停了以后才回家, 至于朱子轩为什么会死在山上, 他也不得而知, 李队询问郭强是否知道, 朱子轩这次回家, 是不是向朱子灵要了某样东西, 郭强表示对此并不知情, 随后李队和天云又找到了朱子灵了解情况, 郭强强劫小姨子的事已经在村子里传开, 对于家里发生这种丑事, 朱子灵也是非常的无奈, 说起跟郭亮的夫妻关系, 朱子灵表示, 刚结婚的时候, 他们的夫妻关系非常融强, 然而结婚后不久他就被查出, 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需要摘出子宫, 就这样他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, 那时候郭强还非常耐心的开导他, 可时间久了, 没有孩子的生活, 还是给他们的夫妻关系带来了一些影响, 而对于朱子轩这次回来的目的, 朱子灵称, 朱子轩一直在学习针灸, 这次回来说是要去山上找些艾草, 但由于自己在茶厂上班比较忙, 就没有时间陪他一起去, 没想到竟会出事, 随后李队带人又找到了朱秀莲的邻居潘老师了解情况, 潘老师表示, 朱子轩发给朱秀莲的短信, 的确是由他念给朱秀莲听的, 短信的内容是朱子轩对自己的身世有所怀疑, 说朱秀莲对他有所隐瞒, 他相信在姐姐朱子灵那里能找到答案, 由于此事涉及朱子轩的隐私, 所以他也没有多问, 而之所以要删除朱秀莲手机里的短信, 是因为短信已经满了, 要删除旧的才能接收新的短信, 据潘老师所说, 他跟朱秀莲是二十多年的邻居, 也曾听说过朱秀莲的一些往事, 朱秀莲年轻的时候, 曾跟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村人谈过恋爱, 可朱秀莲的父母死活不同意两人的婚事, 后来男人回了农村跟别人结了婚, 两人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, 可万万没有想到, 此时朱秀莲发现自己怀孕了, 孩子出生以后, 男人就把孩子带回了农村, 这也就是朱子玲是农村户口, 而朱子轩是城市户口的原因, 潘老师称, 关于朱子轩的身世, 他也不太了解, 也从没有见过朱子轩的父亲, 但记得小时候总有人从美国寄信给朱秀莲, 对此朱秀莲解释称, 是他的一个同学从美国给他写的信, 但潘老师怀疑, 写信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朱子轩的亲生父亲, 因为教朱子轩针灸的老中医郑安堂, 曾把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介绍给朱秀莲, 俩人好了一段时间后, 这个男人却出了国, 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国, 没过多久朱子轩就出生了, 为了搞清楚朱子轩的身世, 李队带人找到了郑安堂, 面对警察的询问, 郑安堂坦言, 朱子轩的确是他侄子郑士昌的亲生女儿, 据郑安堂所说, 当年他撮合郑士昌和朱秀莲在一起后没多久, 郑士昌就打算去美国留学, 那时候朱秀莲已经怀上了朱子轩, 临走之前, 郑士昌将一块预判留给了未出世的孩子作为姓务, 但万万没有料到, 郑士昌去了美国后没多久, 就和一个年纪比他大很多的富婆结了婚, 但两人不可能有孩子, 在朱子轩五岁那年, 郑士昌写信回来想要把朱子轩接去美国, 但当时朱秀莲不同意, 于是自己骗郑士昌说, 朱秀莲母女俩已经搬走了, 后来郑士昌就再也没有问起过朱秀莲母女俩, 前不久郑士昌的老婆死了, 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, 郑士昌写信回来说, 自己在美国非常孤单, 想让他帮忙找找朱子轩, 打算接朱子轩去美国生活, 他想着朱子轩已经这么大了, 也该知道自己的身世, 于是就将这些事全都告诉了朱子轩, 从此以后朱子轩就要了出国找亲生父亲的念当, 但朱子轩要想去找他的父亲, 需要拿到那块玉派作为信物, 而那块玉派在朱子灵出嫁的时候, 就被朱子灵给拿走了, 这也就解释得通, 为什么朱子轩要去朱子灵家要东西, 然而法医在进一步的尸检过程中, 却得出朱子轩是被雷电击中导致死亡的结论, 其依据是案发当晚下过雷暴雨, 并且朱子轩的腋下又自然电灼伤, 这完全符合被雷电击中的特征, 而朱子轩头上的伤口, 很可能是在被雷电击中时, 正好撞击在石头上所形成的, 但令理对不解的是, 为什么下暴风雨的时候, 朱子轩要到山上去张开双臂让雷巾, 此时李队又发现, 朱子轩的脚底有红豆大小的斑痕, 朱子轩一直在学习针灸, 难不成这些斑痕是他自己试针的时候形成的, 李队始终对朱子轩的死心存怀疑, 于是让法医再仔细检查, 朱子轩脚底斑痕形成的原因, 而法医经过重新检验后, 否定了自己之前做出的结论, 因为这次法医在朱子轩的脚底, 发现有电击的伤痕, 由于这些伤痕掺杂在针灸的斑痕中, 所以之前并没有被发现, 而此处的电击伤足以导致朱子轩死亡, 这也说明朱子轩再被雷电击中前, 就已经被电死了, 警方在村子里进行走访调查后, 再次提审了郭强, 面对询问, 郭强始终解释不清楚, 为什么明知道暴风雨叫来了还要去粘米, 又为什么邻居看到他至少装了一百多斤稻果的麻袋, 却只粘出十多斤米, 此时郭强已经紧张得满头大汗, 但他仍然拒不承认杀了朱子轩, 而此时李队又想到, 要电死朱子轩, 那凶手一定懂得电弓知识, 随后一群人又来到查厂, 并在厂长这里了解到, 郭强并不懂电弓知识, 甚至连自己家的保险资坏了都不会修, 反而郭强的老婆朱子灵, 是查厂的电弓助理, 她懂得一些电路知识, 难不成电死朱子轩的是朱子灵, 那朱子灵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? 李队通过证明的分析后认为, 朱子灵的杀人动机, 很可能是源自于她对朱子轩的嫉妒, 因为同类姐妹, 朱子轩是城市户口, 而自己却是农村户口, 只能窝在这小山村里, 另外, 朱子灵很可能发现, 朱子轩跟自己的丈夫有染, 随一气之下杀了朱子轩, 然而这仅仅是李队的猜测, 目前并没有证据, 李队再次提审郭强, 并称警方已经查明, 朱子轩是被人为电死的, 并且懂得电弓知识的朱子灵, 有重大的作案嫌疑, 郭强眼看再也瞒不住了, 只得交代了事实的真相, 据郭强交代, 在案发的前一天, 朱子轩回家想找朱子灵拿回那块玉培, 可朱子灵识口否认拿过玉培, 他想着自己见过那块玉培, 也不知什么钱, 于是就帮朱子轩说了几句话, 不料却引得朱子灵大发雷霆, 弄得大家不欢而散, 案发的那天, 朱子灵去了茶厂上班, 救他和朱子轩在家, 两人聊了几句后, 就发生了性关系, 当时他非常自责, 但朱子轩却表示是自己自愿的, 并称将来要带着他去美国, 可没想到朱子灵突然回家撞见了他们的丑事, 于是两人发生了打斗, 你打我, 你打我你, 我等着, 我没事, 你再来跟你们好伯伯, 我抢, 你赶快离开这臭女人, 我带你去美国, 去美国, 我让你去美国, 我看啊, 你看啊, 你, 你不能去, 我电死人了, 那你不能看的不会被电死了, 还是找的, 他死了, 咱俩死人也跑不了, 你跟起来吧, 就这样朱子轩被电死了, 后来他将尸体装进麻袋里, 假装去碾米寨, 把尸体抛到了山上, 可不料当时朱子轩还没有死, 他刚站起来的时候, 却突然被雷电击中倒在了石头上,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, 小姨在爱上姐夫因此而丢了性命, 对于这样的结局你有什么看法呢,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, 小情侣第一次约会爬山, 就挽起了捉迷藏, 不料接下来看到的一幕, 可把两人吓得不轻, 接到报案后, 警方立即封锁了案发现场, 并在现场发现一颗黑色的棋子, 推测应该是凶手作案的标记, 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, 死者的年龄大概在二十岁左右, 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, 凶手剥离了死者的全部头发, 死亡时间是在三十六小时之前, 也就是星期五晚上的十点左右, 死者怀有身孕, 死前没有遭到过性侵, 警方调取了近两天内的失踪报案后确认, 死者是一个名叫李靖的女孩, 经调查, 李靖今年十九岁, 刚考上大学, 接到警方的通知后, 李靖的父母也赶到了警局, 据李靖的父亲描述, 周五晚上李靖接了一个电话后, 就告诉他们要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, 但夫妻俩一直等到凌晨三点钟, 也不见李靖回来, 他们问遍了李靖的朋友和同学, 但都不知道他的去向, 于是向警方报了失踪案, 女儿的遇害让夫妻俩悲痛不已, 而令李靖母亲想不通的是, 李靖是个品学兼优听话的孩子, 才刚上大学, 怎么就被人给害死了呢? 但夫妻俩却万万想不到, 在他们看来非常听话懂事的女儿, 竟然怀孕了, 为了寻找线索, 周队带领特案组成员来到了李靖家里, 并在李靖的电脑里发现了重要的信息, 而李富泽表示, 他家里的人从来不玩为奇, 根据李靖在电脑里写的日记来看, 他的男朋友名叫李强, 是个京剧演员, 在得到这条线索后, 周队立即找到了李强问话, 李强已经知道了李靖越海的消息, 据李强所说, 周五晚上的确是他打电话约李靖出来见面的, 其目的就是想商量如何打掉这个孩子, 他们在离李靖家仅几百米的一家咖啡店, 做了半小时后就分开了, 走的时候大概是九点左右, 李强称, 李靖曾跟他说有个中年的男人, 在他小的时候就一直在跟踪他, 根据李靖的描述, 李强画出了那个中年男人的画像, 周队从李强的言语判断, 他并不是杀害李靖的凶手, 而局长看到那颗棋子后认出, 这是一种自己制作的棋子, 他在云南插队的时候也做过相同的棋子, 平时干完农活闲下来的时候就用他来解闷, 难不成凶手是一个老直青,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, 周队初步画出了凶手的画像, 凶手是一名中年男性, 年龄大概在45到55岁之间曾经在云南插过队, 精神状态可能不太正常, 对头发又特别的爱好, 具有一定的人体解剖知识, 而警察在走访后竟了解到, 李靖并不像他父母所说的是一个乖乖女, 相反, 李靖有暴力倾向, 不仅在学校打过人, 还打过他父亲公司的一名员工, 为之事还被派出所处理过, 难不成李靖是因为跟人结仇被杀的, 掌握到这条线索后, 周队和亚南立即来到当时, 处理李靖打家案的派出所了解到, 李靖打的人是他父亲李志海公司的一名女员工, 当时李靖发现, 李志海将这名女员工带回家鬼混, 所以才动的手, 后来李靖还报了警, 李志海为了平息此事, 随便找了一个理由, 将这名女员工给辞退了, 那个女人又哭又闹, 并扬言要杀了李志海和李靖, 不料此时李志海已经找到了这个名叫阿娇的女人, 但阿娇否认李靖的死跟自己有关, 经过警方的调查, 在案发当晚阿娇的确有不在场的证明, 次日一早, 警方在海边又发现了一具女尸, 死者是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孩, 凶手作案的手段十分凶残, 不仅杀了人, 还挖走了死者的双眼, 现场同样发现一颗黑色的棋子, 由于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, 现场的痕迹基本上被雨水冲刷干净了, 所以警方目前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, 从凶手作案的手法, 以及现场的黑色棋子来看, 梁起命案的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, 警方决定将梁起案件并案侦查, 而就在这时候, 文艺路派出所打来电话称, 他们可能发现了案发的第一现场, 原来派出所是在查找小偷藏匿的脏物时, 发现的这个地方, 这是一栋废弃的旧楼房, 在此之前是一个制衣场, 现场发现了大量的血迹, 经技术科检验, 现场的血迹与第二名死者的血迹相同, 由此可以断定, 那栋旧楼肯定是第一案发现场, 周队正在派出所了解情况的时候, 一个自称叫陈美秀的女人, 突然闯进来报案称有人要杀她, 据陈美秀所说, 她发现最近老时有人跟踪她, 并且打电话恐吓她, 要杀了她还债, 至于对方是谁, 陈美秀自己也搞不清楚, 陈美秀希望能得到警方的保护, 但由于她无法说清楚对方是谁, 和杀她的原因, 所以并没有引起警方的重视, 此时第二名死者的身份也被确认, 死者名叫谢灵, 今年也是19岁, 是一名大一的学生, 警察很快找到了谢灵的继母阿芳, 阿芳对谢灵的情况并不了解, 据阿芳所说, 谢灵的父亲和生母是在五年前离婚的, 后来她的生母去了深圳工作, 而父亲又常年在国外做生意, 现在甚至连她都联系不上了, 警察在阿芳这里没有得到任何线索, 周队独自又来到案发现场, 不料尽发现旧楼的墙上画满了儿童图画, 周队在附近的小卖部老板这里打听道, 这栋楼最早之前是一所幼儿园, 后来幼儿园倒闭了, 而就在这时候, 警方又发现了第三名被害者, 现场同样发现一颗黑色的棋子, 由于天正下的大雨, 所以警方在现场没有采集到任何证据, 经调查, 第三名死者名叫曹元元, 同样是一名19岁的大义学生, 三级案件的现场都发现黑色棋子, 说明凶手是同一个人, 凶手在旧楼杀人后, 再将尸体丢到了别处, 三名死者的年龄相同, 并且都是大学生, 难不成他们之间有某种特殊的联系, 随后警察找到了曹元元的爸爸曹伟了解情况, 但曹伟表示, 曹元元跟李京谢灵并不认识, 而曹元元也不会下围棋, 警察将三张表格分别交给三名死者的家属, 让其填写真实的情况, 与此同时, 陈美秀来到特案组报案称, 有人不仅要杀了他, 还要再杀一个女孩, 像上次一样, 陈美秀的报案依然没有得到警方的重视, 随后, 谢灵的圣母得到女儿被害的消息后赶到了警局, 据谢母所说, 谢灵从小就特别善良, 为人处事也十分得体, 从来没有跟人结过仇, 所以他实在想不出是谁害了他的女儿, 而周队在询问的过程中意外发现, 三名死者小时候都在一个叫杀品的地方居住过, 警察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, 这三名死者在小的时候曾上过同一所幼儿园, 警察找到了一张幼儿园当时的集体合照, 经谢母辨认, 他的女儿谢灵就在其中, 据谢母回忆, 当时幼儿园里发生过一次意外, 有一个小女孩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, 在谢母和老所长的带领下, 周队一行人来到了那个幼儿园, 据老所长回忆, 当时幼儿园的楼顶上, 有一处专门用来晾晒衣服的平台, 但在出事的那天平台的栏杆坏了, 当时幼儿园在旁边专门设立了警示的牌子,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, 一个小女孩自己跑到平台上, 就从上面掉下来摔死了, 排出所当时调查清楚后, 证实是意外事故, 可孩子的家长却不依不饶, 还到幼儿园闹了一段时间, 并扬言要找老师算账, 由于没有发现刑事责任, 所以当时的材料并没有归等, 老所长称, 他清楚地记得孩子的小名叫凡凡, 而谢母回忆起孩子的老师名叫李小花, 后来幼儿园因效益不好就倒闭了, 在得到这条线索后, 警察在户籍系统里查遍了所有名叫李小花的人, 但都与幼儿园没有关系, 而亚南猜测李小花可能是曾有名, 果不其然, 经查询李小花的确是曾有名, 他现在的名字叫做陈美秀, 而这个陈美秀就是几次报案称, 有人要杀他的那个女人, 但警方找遍了权势, 都没有发现陈美秀的踪运, 陈美秀称凶手还要杀一个女孩, 那这个女孩究竟会是谁呢? 现在留给警方的时间不多了, 凶手很可能会随时再次作案, 找到陈美秀是破案的关键, 那陈美秀会躲到什么地方去呢? 此时亚南想到, 陈美秀如果想躲开凶手的话, 那监狱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了, 周队立即命令警员, 马上查找个拘留所的名单, 果不其然, 此时陈美秀的确被关在拘留所里, 原来陈美秀为了躲避凶手的追杀, 竟砸了珠宝殿的玻璃, 于是被关进了拘留所, 据陈美秀所说, 他在拘留所里想了几天, 终于想起凶手要杀的女孩名叫韩月白, 警方立即查到, 韩月白是负伤韩天风的女儿, 但韩月白表示, 他并不认识李京谢灵和曹元元, 也不会下围棋, 而韩月白看到幼儿园的合照后, 认出他也在其中, 周队将办案的大改情况, 告诉了韩天风, 并告知韩月白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, 但由于警方目前还没搞清楚凶手的作案动机, 所以韩天风并不相信有人会害他的女儿, 虽然嘴上说不信, 但韩天风心里还是担心女儿的安危, 于是告诉韩月白没事别到处乱跑, 别让手下看着韩月白, 但娇生惯养的韩月白天生就有一副反骨, 很快就甩掉保镖逃走了, 接着韩天风是大发雷霆, 四处寻找韩月白, 与此同时, 陈美秀向周队说起了, 当年幼儿园的那起意外事故, 据陈美秀所说, 那天他正在给孩子们上课, 他的男朋友突然来幼儿园找他商量去旅游的事, 于是他就让孩子们自己做游戏, 由于幼儿园天台上的栏杆坏了, 所以平时去往天台的门都是锁着的, 但那天打扫清洁的阿姨, 上去晒被子后忘了锁门, 有一个名叫凡凡的孩子跑上去玩, 意外掉下来摔死了, 后来因为失职, 他就被幼儿园给开除了, 陈美秀称, 要杀他的人肯定就是凡凡的父亲, 至于为什么要杀那三个女孩, 可能是因为他们曾经欺负过凡凡, 随后韩天风将韩月白失踪的事告诉了周队, 应请求警方帮忙寻找韩月白, 周队立即派人四处寻找韩月白, 却不料晚上韩月白竟自己开车回来了, 并且还被手铐靠着, 据韩月白所说, 凶手把他迷运后绑到了海边, 凶手说了很多话, 那时候他才知道凶手的女儿就是何凡凡, 正当凶手想杀他的时候, 没想到竟突然犯了病, 于是他趁机开车跑掉了, 根据韩月白对凶手的描述, 周队立刻想到, 凶手就是旧楼附近那个小卖部的老板, 当警察赶到何家的时候, 何凡凡的父亲何凡早已经前头了, 从现场的东西来看, 极其案件的凶手就是何凡, 很快何凡的信息就被调了出来, 何凡的确在云南当过知青, 女儿何凡凡死后, 他的妻子也因精神崩溃自杀而死, 警方立即对何凡进行通缉, 同时也查到, 何凡患了晚期的脑癌, 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, 而这次受到惊吓的韩天峰, 也决定将女儿送去国外, 想依次来逃脱何凡的追杀, 但韩月白却并不想出国, 他假装走进机场等韩天峰走后, 立马就出来了, 而他的这一举动, 早就被周队撂到了, 周队撂到何凡此时必定会去医院拿药, 便将韩月白带到医院, 想用他来引何凡动手, 但韩月白却不听警察的劝告, 趁警察不注意坐上出租车跑了, 而就是由于他这个任性的行为, 给了何凡可趁之计。 周队料定何凡会将韩月白绑去旧楼, 因为那里是何凡凡坠楼的地方, 并且前几名死者也是在那里遇害的, 警方立即将旧楼包围起来, 而事事也正如周队所料, 何凡的确把韩月白带到了旧楼, 并且准备好了炸弹, 想跟韩月白同归于尽, 而陈美秀此时也因当年的过失感到内疚, 愿意用自己来换回韩月白, 何凡将陈美秀指责了一番, 并说出了他杀害几个女孩的原因, 原来就因为何凡凡相貌长得丑陋, 李静、谢灵、曹元元和韩月白四人, 就经常欺负何凡凡, 于是他将女儿的死怪罪于四人身上, 最后何凡答应周队, 用陈美秀来交换韩月白, 而周队将何凡残忍的作案手段, 一一说出来后, 何凡也为自己变成了一个杀人狂魔, 而感到悔恨, 于是他放了陈美秀向警方投降, 最终何卫在压界途中因脑瘤综合并发症猝死,